20名香港市民因去年11月18日在尖東科學館廣場示威聲門理工大學 日前被警方檢控非法集結罪 一名女子由於涉嫌藏有一支雷射筆 更加加控一項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據媒體報導,警方在9月2日的記者會上講解案情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何鎮東說 在去年11月18日聲門理大的拘捕行動中 總共拘捕了135人,有129人拒絕保釋,只有6人接受擔保 警方經過9個多月的搜證和調查後 在星期三早上重新拘捕25名踢保人士 另外兩名之前被警方擔保的人士 共27人被控告一項非法集結罪 當中一人為教師,15人是學生 兩人是未成年 還有民員、侍應等一共20男八女 分別是16至37歲 其中一名女子僅因藏有雷射筆而被加控一項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案件在下星期三、9月9日 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再轉至區域法院審訊